彰化 乘牛车逛潮尖带 方圆村是彰化磕田的重要产地 中午退潮之后 游客可搭乘铁牛车跟着磕农出海 实际体验磕农的作业流程 这里的磕田以平挂式为主 磕农们会放置磕壳在潮尖带上 让磕苗附着在磕壳上慢慢长大 淳朴的方圆村还保留牛车采磕的传统 潮尖带也看得到许多丰富的生态 是其他地方少见的体验 彰化也是重要的葡萄产地 这里的葡萄并非观光果园 不提供游客栽彩 但是可看到葡萄的栽种方式 浮新乡还可看到美丽的田园风光 非常悠闲 位于浮新乡的彩绘小春落 还有许多有趣的彩绘墙 最近还多了像台南之前的蓝赛图彩绘 相当适合亲子前往 栋新闻 彰化报导